我要告愛性的獨職 那什麼證據 怕給我跑去拍片 暗讀勞行 儘管檢察官月薪十幾萬 但永遠過著怎麼辦 案子都過不完的生活 退休福利 如果再砍還要待下去嗎 建協會去年内部民調 司法寧靜改革 所得替代率要是低於預期 百分之五十五的檢察官要轉行 是不是會到一半 我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會有 會有一定的比例會離職 他是檢審會前委員蔡启文 目前任職於市林地檢署 蔡启文認為 要不要繼續檢察官生涯 其實有個關鍵數字 所得替代率百分之八十 檢協會調查結論 呼應蔡启文的說法 百分之八十五的檢察官 支持所得替代率維持八成以上 關於司法官年改 到底怎麼改 法界小道消息不斷 最悲觀版本 退休金加退養金 比較一般公務員 砍到剩百分之六十 真的是六成的話 我認為大概在五十歲以前的 會有一波比較明顯的離職 以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自己本身也有律師資格 那就是說 那我現在的年紀也還不到五十歲 我們離職之後 迅速的去開創另外一條事業的話 其實是很有可能的 這恐怕引發檢察官黎智潮 蔡启文說 德國檢察官退休所得替代率同樣六成 但他們不用煩惱子女教育費 也習慣一輩子租房子 加上社會福利制度完整 退休六成新 人過得很好 臺灣年改不能只看數字 忘了配套措施 記者 劉松林萬家維 臺灣報導